你淋不到我 你淋不到我 哈囉 各位 這是原味生人第95集 我們上一集有找到很多的好寶物 重點是有三隻駱駝 三駱駝 三駱駝 那我慎重的思考了一下之後 我覺得我這一集可能沒有辦法 把那些駱駝平安的帶回家 我們的駱駝是在這一個村莊嗎 因為跑太多村莊了 不是喔 還不是在這 而且這一個村莊為什麼有兩個大哥啊 你看那邊有一個大哥喔 讓我現在一鏡到底轉過來這邊 竟然還有一個大哥 欸 大哥你不要躲啊 我剛剛有看到你喔 那個大哥幫我們解決了雷雨的問題了嗎 他被獻祭了 喔沒有 你在這裡喔 這個村莊是不是太大了 所以他有出兩個大哥 就可能一個大哥跑到這邊來打怪物 結果系統就判定這個村莊沒有大哥了 所以那邊又出了一個大哥 好啊 這也不是重點 跟你們講喔 今天就是我的生日喔 今天生日呢 我想要任性一點 第三個大哥 我想要任性一點喔 我今天想要照我自己想玩的去玩 我們就到處亂跑一下吧 希望我這一集的戰可以破五千啊 如果破五千的話呢 我就啾咪你們一下 今天既然是冠哥的生日喔 我今天就想要來找寶物啦 我們盡量去一些完全沒有去過的地方 然後看他可能會有很多寶物 像這個 這個哨塔裡面呢 平常我是不來的啦 因為我是覺得哨塔裡面 基本上只有被人家誤會的經驗品 不要再說我開創造了 除了經驗品之外 應該是很難有什麼突出的寶物 但既然都來了就看一下吧 你們捨不到我 捨不到我 我就是要直接進去 我連打架都懶得跟你們打 來 來 經驗品 水喔 我沒有開創造 我有 我也沒有 隨便你們 跑了跑了跑了 走開啦 嘿 那邊我看到一個山洞喔各位 這個山洞是不是有一點詭異啊 這個很像什麼寒洞之類的 這可以進去嗎 下面還有水嗎 我可以滑下去嗎 像 可以耶 喔呦 誰射我 不速之客 插狗波吧 先下來 他已經在水裡了啦 不小心跑進這個水裡來玩了喔 這水裡還有什麼嗎 欸 喔 這個洞可以這樣子耶 從這裡滑下去之後 再從水下這邊出來耶 哈哈 好好玩喔 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穴 但別有一番風味的耶 還是其實他是要告訴我說 可能這個洞穴的下面 可能有些什麼 不然我們稍微挖挖看好了 這附近已經有聽到一些 岩漿湖的聲音了 喔喔 有怪物的聲音 喔喔 這 挖到一個峽谷 喔廢礦欸 好啊 反正生日 我們就隨便亂跑喔 我們就來看看 會不會誤打誤撞 又挖出一個附魔金蘋果 每次只要大家找到一顆附魔金蘋果 所有觀眾就會嗨起來喔 我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麼難找啦 不過至少上一季一百五十幾 的確也只找到一顆 喔 這裡有一個寶箱 附魔金蘋果 敢不敢來一個啦 一般金蘋果可以啦 有火把我就原諒你 你們知道 有一個研究指出喔 就是如果你在轉角 就是突然看到蜘蛛的話 你瞬間的驚嚇程度 大約跟你害怕死亡的程度 是一樣的喔 他們說那個蜘蛛的數值 是離你面對死亡的數值 是最最近的 那我剛剛看到蜘蛛一點都不怕 是 我不怕死嗎 沒有我超怕死的 不準 欸 第二個寶箱 看一下啦 一般金蘋果跟兩個大鑽鑽啦 哇塞 隱分身之術喔 來 這邊有一個喔 看一下啦 爆炸保護啦 好 這個廢礦到此一遊 三個定勝負喔 出來了 然後怎麼又看到這個蜘蛛的羊了 他是不是故意跑出來給我看的 我趕快遠離他喔 會不會靠近他 欸 這個 這是路邊的地獄門吧 這個地形 已經不是我平常在那邊講說什麼 鬼斧神功的地形了喔 這是 誰來找查吧 你是要我找看看你的箱子在哪 是不是 喔找到了 找到地獄門了 地獄門就在這個地方喔 欸 看到箱子了 一定是藏著什麼好料喔 不敢給我看 我在挖可疑的沙子的時候 是的確 經歷看到不敢看喔 謝謝你把他埋起來 我再把他埋回來 為了不要讓各位說 我在生日的時候呢 順理成章的水了一集 我今天呢 一定要找到一些 厲害的寶物喔 他們找到一些 比較稀有的盔甲模板 或者是一些 比較奇特的東西 有辦法當封面的 新奇的事物 像剛剛那個 隱藏的地獄門 其實就可以當封面了啦 但 爆點還不夠 這個神秘的爆炸聲 也可以當封面喔 唉唷 這裡有看到一個 沙漠村莊喔 這沙漠村莊 是不是有料的喔 沒有 不管他有沒有料 反正他一定有一隻駱駝嘛 我們先來看看 這一隻駱駝 在哪裡 喔 怎麼是牛啊 沙漠有養牛 你的駱駝咧 你的駱駝該不會變牛了吧 這邊有一個大哥 然後 這個地方是新的沙漠村莊啊 他的駱駝居然不見了 看一下 沒有東西 這本書有記載駱駝在哪嗎 沒有 他連飯都翻不開喔 假書 不會吧 你們真的是 就是把駱駝拿去換牛喔 人家在沙漠地區那些國家 他們對駱駝可是有吃米的程度耶 駱駝對他們來說是神聖的產物 是一個尊貴的象徵耶 喔還是你們單純只是想吃牛排而已 而且這個村莊 他是 你可以說他是紅土大陸的村莊 他只是 建材不是紅土大陸而已 但他幾乎跟紅土大陸 這個是連接在一起的耶 我沒看過這麼近的耶 這幾乎可以說是交界的村莊了 然後我剛剛在這邊好像有看到廢礦 這個好像也可以看一下 哇塞 回府神功啊 我們給他兩個寶箱的機會 沒有好料的我們就走喔 我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 呦 喔我覺得你快成功了喔 各位我們在這邊逛了差不多有十分鐘了吧 我找不到任何一個寶箱耶 他成功浪費我們最高的成本 就是時間喔 還是說這裡穿過去就會有了 蜘蛛不要來侮辱我的美喔 蜘蛛要來 先把他挖了先把他挖了 啊有了有了 旁邊有一條路 下去看一下啦 哥忍不住了 哥要出去喔 哇塞 剛剛這樣子的登場是不是有點帥啊 好像什麼從石頭裡面爛生的感覺 蹦一聲 哎呦紅土大陸上面真的就是 沒有什麼太稀有的東西你知道嗎 到處都是很像火星的一個造型而已 還是要回來沙漠裡面比較有料喔 喔欸 我靠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到我的封面了 這個一定可以拿到封面吧 你們有看到嗎那邊 那邊有一個沙漠遺跡 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仔細的看一下 這是不是哪裡怪怪的啊 欸你這個 他沒有露出他那個側墊 沙漠神廟有主墊嘛 還有一些旁邊的一些墊 他沒有露出這個旁邊的墊的時候 你哪看得出來這沙漠神殿 還是你這條路可以進去沙漠神殿 就我們以前走過的沙漠神殿 理論上你都要有一個洞給他進去啊 我這樣看好像是沒有欸 我直接進去就知道了 我現在進來沙漠神殿 然後把這個洞堵住 是不是全黑的 全黑的欸 你們全黑的就知道 這個沙眼上面真的是苦力怕的臉 不是啦 他真的是 我躺不離寶喔 好扯喔 來來來先把這個挖掉 說不定這裡真的有好寶物 然後我不能插火把喔 對不起各位 先看 我沒有嚇死我 我也附魔忌蘋果真的來了 你 你呢 你 有馬鞍 多一個馬鞍不錯啦 不過他裡面沒有給任何一隻火把 是讓我蠻訝異的 我本來想說來這邊 我就有火把了 想不到 我還是得借助太陽光喔 隨便找個地方挖出去可以吧 欸等一下 我不能挖錯邊欸 因為他一邊是山壁欸 如果我那邊沒有挖到應該就這邊吧 我剛剛怎麼進來的 這有點可怕了欸 走進來 完全不知道怎麼出去喔 我剛剛是從側墊進來的 往側墊挖出去 有了有了有了 欸這有料欸 完全看不出來的沙漠神殿欸 欸他現在地形 除了我們之前說的鬼斧神功之外 他真的來跟你玩捉迷場欸 從剛剛的地獄門 到這個莫名其妙的沙漠神殿 還有不給你駱駝的沙漠村莊 然後 幹什麼事啊 你出現在這裡幹什麼 這裡有略奪者還是 喔真的欸 喔 這裡看坐標好像是我們剛剛的地方 喔我要繞回來了 OK 哇塞 我沿著我們這個珊瑚礁的海邊這樣子走啊 看到一個 在海上的村莊嗎 這個沙漠村莊居然在海邊欸 你該不會也沒有駱駝吧 你不要跟我講 你又想吃牛排了喔 你要牛排我手上有喔 你不要一直把駱駝人家拿去賣掉 人家是高貴的象徵欸 先不管其他的 我們先來找一下 就是你 裝沒事是不是 看一下你賣什麼啦 你秘密養牛 然後你再賣生兔肉 蛤 還跟我蛤 你不要跟我講 你真的把駱駝賣了喔 大哥 路上就撿得到生兔肉 我還跟你買 哇塞 這個是那個欸 最特殊的貓咪是不是 什麼 什麼五毛貓 呃 不知道 喔 在這裡啦 大隻的五毛貓啦 你還活著啦 好啊好啊 這個村莊還算有良心的 我是說 我好久沒有看到鐵匠鋪了欸 你裡面有沒有 沒有 沒有魔法 雖然很久沒看到鐵匠鋪了 但裡面的東西 還是不要看為妙 這個村莊有兩次隻貓欸 這邊兩隻 然後我剛剛那邊不是有看到 那個五毛貓嗎 在那邊走有沒有 是有改動嗎 我怎麼覺得這一次出來 看到村莊都怪怪的啊 欸 這個生日之旅有料咧 而且你們村民也太多了吧 這真的是一個村莊而已嗎 相信我各位 你們自己在玩原味生存的時候 說不定根本就不會注意到這些 你們只會注意到這個村莊裡面 有沒有東西可以掠奪 誰會注意到他蓋的也不太一樣 現在都還有這種柱子的這種造型欸 這一次真的是找到很多特殊地形欸 但再特別也沒有那個沙漠神殿特別喔 那個沙漠神殿 說不定裡面 就有我們要的生日禮物喔 希望這個沙漠神殿不要讓我們失望 哇塞這個沙漠神殿也是被埋在沙子底下的欸 他明明就有足夠的空間可以把他生長出來 可是他就不是沒有 看一下啦火焰啦 看一下啦馬鞍啦 又一個馬鞍水啦 來啦鍛造模板謝謝啦 而且是沙丘盔甲文樣 欸沙漠都是同一個是不是 你有什麼 啊又一個馬鞍欸 謝囉 哇塞 這個村莊 居然跟龍松樹林融合在一起 而且你們這次是養豬了 這地方太酷了吧 哪有沙漠旁邊有沼澤的啊 你這個村莊 這個建築物還幹在沼澤裡欸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你有什麼 沒什麼 先把門關起來 外面一直有怪物喔 這個座標全部都要記下來啊 這都是我的封面欸 青蛙出現在沙漠了 這個村莊很有意境欸 他很像什麼渡假村欸 你看你的房間外面 就這種紅樹林生態喔 然後是 誰被打了 誰被打了 你 胎閣鬼 不輸鬼 而且這個村莊也有四隻貓欸 太奇怪了 喔 超大的天坑欸 哇這下面是 中魯石洞的天坑啦 好厲害喔 你看那個斷層 很像一種 小時候吃的那種冰淇淋喔 一邊是芋頭 一邊是香草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希望我找得到圖片 而且我剛剛好像看到 這個山上是不是有一個沙漠神殿啊 不知道是我看錯 還是因為他後面是烘土大陸 所以有看到 陶土的痕跡 如果真的有的話 是有一點不起眼啊 好像在這邊看到的 欸真的有勒 真的有真的有 打開看一下 馬鞍再獲得一個 再看一下 一般金蘋果 各位我現在 突然 不知道該 我應該要大聲尖叫嗎 但好像 有點誇張欸 我 我在一個生存裡面拿到了 第二顆附魔金蘋果了 我真的拿到了 我真的可以做結尾了 所以各位 我們今天就是滿足了我的生日願望 就是到處的四處搜刮 結果 真的 又挖到一個附魔金蘋果了 我是不敢奢求這種禮物啦 但真的拿到了欸 系統真的給我一個了 而且今天我們看到的真的是 很多的特殊地形欸 這些東西是 如果我沒有出來探險 我根本不知道 原來現在minecraft被改成這個樣子 有那個跟海洋混合的沙漠村莊 跟紅樹林混合 跟紅獨大陸混合 還有找不到駱駝的 甚至還有三個大哥的人 你已經看不懂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這個minecraft真的被改得很豐富啦 我只能這麼說 所以我強力的推薦各位 一定要出去好好逛逛喔 你們先來看我這集好像拍得很輕鬆 其實我也逛了兩個多小時喔 隨便走出來 都可以看到很厲害的東西喔 只要你跟冠哥一樣 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些小事物上 你的生活就會更加的精彩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跟我身後一樣 隨意擠喔 那這就到這邊吧 喜歡你們喜歡的朋友 喜歡的朋友介紹分享看 冠哥找到附魔金蘋果第二顆的朋友喔 破音 下次再見啦 掰掰掰掰 等一下 我怎麼找一找 又找到一個沙漠神殿啊 太多沙漠神殿了 下來看一下 不要跟我講你又是 一個附魔金蘋果 沒有 屁啦